王逸心不快 你快来哦 大家好 我是张逸心 节目以Balance回来以后 再说的时候会担心笑场吗 不会啊 Balance永远是一个非常具有话题性的 这样的一个词汇 它从古之今就讲究阴阳平衡 难道不是吗 阴阳也需要平衡 舞蹈也需要平衡 所有的你的生活也需要平衡 你要平衡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 有的结婚了的话 他需要平衡他的岳父跟岳母 有时候需要平衡他的这个跟那个 我们所有的包括自己跟家人之间的平衡 这些东西全部都要调配 所以Balance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 你有看到大家在调侃吗 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 那不用 我用李永浩老师比较多 李永浩老师的表情太经典了 我天哪 节目里有看到你接下去坤认纯纯 其他的练习生气质了怎么办呢 没事没事 下次我知道了 下次我就多买几个 就拿个一百个过来 就是都每个人发一个 节目里有端演PPAP的练习生 看动画片学习怎么可爱 那你作为他们的前辈可以传授一下拥抱可爱的逆诀吗 可爱它是一个年龄阶段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产物 他到你过了那个年龄 你在可爱的时候 你会 但是有的时候 它是一些可爱都是一些小的感觉 就一举一动 就可能在那个某个瞬间 那一刻让别人觉得 哎 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谁谁谁 我有很多粉丝是欢欢粉 就是我小时候演的一个角色的粉丝 那让你卖萌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我其实很少 因为有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 其实卖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无错手足无错的时候 我不知道干嘛的时候 但是那个地方 你又没有准备好 没有做对的时候 你只能用这个东西先把这个东西带过 你知道吗 所以带过以后先 然后自己笑一会儿 嘿嘿 几次小组赛中有时间唱你的歌曲 SHIP和SHIK 那看人家表演自己歌的时候 心里活动是怎样的 紧张 我比他们紧张啊 你们看那个后面 我天哪 我看他们表演 我求你们 希望你们这个东西 都因为我希望表演我的歌人都能进 你知道吗 但真的还蛮棒的 表演我的歌人的成绩都还不错 你老父亲的感觉吗 你突然说的这个歌 我也想到那首父亲的歌曲 我看到你说你以前这段梦想是开个经纪公司 现在还有这个梦想吗 一直有 我希望更多的人来投入到娱乐的圈子里来 让咱们中国的娱乐事业发展越来越蓬勃 因为大家通过这个偶像力一生 能够看到这么多优秀跟厉害的孩子 苗子在等着各位伯乐发现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来做这样的事业 肯定会帮助我们中国娱乐界 有一个更加巨大的发展跟飞跃 我期待着那一刻 我期待着世界看中国人那一刻 最后我将力一生选出九个人出道的话 那你作为PD对他们这个组合有什么敬意吗 希望你们不忘初心做一个 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偶像艺人 谢谢 他的ID是掉进张艺兴的酒窝里出不来 我酒窝也那么深吗 他说 请问一星新专辑的进度是什么 请问可以多攒击一些自拍 然后动不动就发一发吗 我新专辑的进度现在大概有五首到六首歌 每首歌都有好听的部分 两首歌蛮炸的 特别是第一主打跟第二主打 心而捏 比如三态的进度 涉及到曲风的元素 现在与哪些音乐人有合作 在准备哪些音乐作品 合作过程中碰到什么样的火花 我还是喜欢把中国的乐器用在歌曲里面看 有没有更多就是不一样的中国风 这个是我们一星YX说再出冷书吧 我想想 这个我想想 SuperXback小鱼乐乐 他说手臂的肌肉练出来了吗 那任余线回来了吗 哎呦 这问题很具体 我告诉你回来了一会儿 他最近又走了 你最近拍了个广告 所以就需要一下 回来一会儿 他叫 曹曹曹曹曹 夏华杠X 财操的曹 新专会尝试完全中国风的歌曲吗 咱够50首歌了吗 够了的话 开演唱会我前一准备好了 开巡回可以吗 因为我的演唱会 我希望更加慎重一点 所以我会肯定会给 一定会开演唱会 但是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只是你们要记得 就是我开演唱会 记得过来看哈 然后完全中国风的歌曲的话 我在考虑 要不要出一个纯BGM的音乐 就是没有什么唱歌 就纯BGM的音乐的选集 想给大家听一下 歌够了吗 还不够 而且我还希望更好 所以稍微等我一下 演唱会一定开 一定开 我们做一个约定 一个约定 偶像跟粉丝之间的距离 它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比较 看似远又很近的距离 我不觉得说 粉丝给偶像的爱 是一种单向的爱 我更加希望这是一种 互相的爱 我的成长 伴随他们成长 他们也同样 他们喜欢我 我也喜欢他们 他们保护我 我也保护他们 这是一个互相的 我希望有一种这样的沟通方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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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